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这做保存的时候 我是不是摁了一个HTML5啊 它打印出来的和刚才打印出来一样吗 没看到了是吧 我这可以啊 你那不一定啊 我写个demo吧 你看啊 我说用的是不是炭烦 咱打印出来的是这个呀 你看啊 如果说我写HTML5 你看和刚才一样吗 一样吗 不太一样 对吧 但是你看这里边 它是分了两个区域不 HID和BODY是不是啊 是不是就里边这点不一样啊 对不对啊 这是H5 你再来看啊 我们把这个关掉 我们打开谁呀 这样吧 我们打开这个浏览器 这个编辑器 看到这个主名微博了吗 打开一下等会啊 特别慢 能看到 你看啊 我现在 Ctrl加恩是不是新建呢 对吧 你反应啊 看这啊 是不是页面类型有个HTML吧 你看这 看到这个文档类型了吗 你看 我点开它 是不是这有一堆呀 你看啊 看到这一个HTML HTML4.01 看到了没 我点一下 点创建 你看 这个和刚才咱们打印的一样吗 但是有HID吗 看到这HID了吗 看到包对了没 这个都有 唯一不同 是不是上面这一堆不同啊 再来看啊 Ctrl加恩 我再选一个 4.01 这不又有一个版本啊 你看我两个切换的时候 一样吗 上面 一样吗 你看上面这儿 是不是也不一样啊 再来啊 还有 你看 差一点没有 看到了没 我再点 点创建 你看和这个一样吗 是不是上面也不一样啊 再来 你看它这儿有一个什么 HTML 看这5了吗 我再点开 这个和咱们写的一样不 一样了不 除了上面那个 这儿是不是有个浪属性啊 再除了这儿 其他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 对吧 所以说咱们用的 这什么版本啊 是不是就是HTML5的版本啊 对不对啊 在这儿我给大家去解释一下 它在版本升级的过程中 记住它的性质变了吗 它这些性质变了吗 它仍然是HTML 啊 它性质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什么变了呢 有些上面这些东西叫什么呢 记住 我们这个东西叫架构 有些它在版本升级的过程中啊 遗留出来了这三个架构 严格型 过渡型 与框架型 这个东西你不用记 听到了没 不用记 没用 啊 没用 你知道就行了 然后呢 它唯一的不同是哪儿不同啊 就是第一行代码的不同 你看咱们这个代码 你看第一行代码 简单吗 是不是就是Dogtype HTML5 你看上面啊 你看它这一堆 看到后面了吗 在这在这来看 看到了吗 是不是这一堆啊 对吧 唯一不同就是上面不同 啊 它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看到这个 上面啊 你看比如说W3 看到了吗 哎 它指的是遵从的一个W3C的什么呀 规范 啊 遵从的一个规范 啊 那这个东西是就是版本升级过程 遗留下来的这么几个框架 都明白了没啊 哎 这个东西简单的了解一下啊 那下面呢 我们最主要的 我给大家去解释一下 哪一行代码 它的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这是很关键的东西 你写代码要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了解它是吧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对不对啊 你得了解它 你把它了解透彻了 啊 你来看一下第一行代码 啊 下面是对H5的一个这样的解释啊 Dogtype HTML 它是干嘛的呀 在这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代码 你写代码谁在读啊 对 浏览器在解析它 啊 浏览器是在解析它的 啊 然后呢 你写的这个 浏览器是怎么读啊 从左到 右 从上到 从上到下 所以说要求结构必须要工整 啊 结构必须要工整 那它首先读到第一行代码 叫做Dogtype HTML 那这行代码什么作用啊 在这儿有一个单词 我给大家说一下 看到这个type了吗 type看到了没有 记好了 因为我们后边要很多次遇到这个东西 type你给我记住了 定义 某种 类型 听到了没 把它记住就行 就是定义某种类型 啊 也就是说现在你看啊 它这写了是不是一个Dogtype HTML 啊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它解读到第一行代码的时候 记住 这个意思是这样的 我在这儿后面给你写注释 行吧 嗯 第一行代码它的作用是 声明 文档 类型 比如你首先要告诉浏览器 你干嘛的呀 你开始 写的这个页面 到底是什么文档 类型的 什么文档类型啊 HTML 能理解没啊 哎 你一定把这个搞清 就是声明文档类型 啊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把它死记住就行 听到了没啊 没 没有东西让你去理解的啊 然后呢 再来看 你再往下走 它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大标签啊 看到这个HTML了吗 哎 HTML 我告诉你 HTML 也说它要告诉浏览器 咱们写的是什么语言呢 咱们所写的是 HTML 叫做文本 超文本 标记语言 能明白没啊 哎 他告诉你 你写的是到底什么类型的语言呢 HTML 那个超文本标记语言 这个能理解不 哎 好了 再往下分 那里边它分成几个结构呢 分成几个结构啊 两个 哪两个结构啊 哪两个区域 HT是什么区域 HT我们刚才说了 叫做描述区 所以说这叫做描述区 对不对啊 那有描述区 Body呢 我们是不是称的叫做内容区啊 什么放在里面呢 内容 是不是能看的东西都放在这里面了 对不对啊 哎 内容区 这个能理解了吧 好了 再继续深入 遇到谁了呀 还有什么你不知道的呀 这有一个啊 Mate标签 看到了没啊 是不是还有个title标签呢 这两个我给你解释一下 啊 Mate标签 啊 如果后面插赛的 我刚才说了 是不是属于属性啊 对不对啊 后面是不是属于直啊 对吧 那这行代码它的作用 记住啊 它是干嘛呀 去定义编码格式 啊 去定义编码格式 UTF-8 它这后面是不是UTF-8呀 它是什么意思呀 它指的是国际性编码 啊 它指的是国际性编码 啊 还有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有可能会见到这样的 叫做GBR312 看到了没啊 它指的是中文 GNT 还有一个是JPK的 也是中文啊 看到了没啊 这都是编码格式 啊 在H5里边 我们常用的是谁呀 UTF-8 它指的是什么 国际性编码 比如说它的范围更广一点 这个编码很重要 如果你不写编码的情况下 你会造成你网页里边的文本乱码 啊 就是乱码 你比如写了一个汉字 它解析出来的不是汉字 就乱七八糟的一对 你也看不懂 能明白什么意思没啊 这就是代码乱码了 就是你找这个编码 把它改掉就OK了 这个能理解了吧 好了 再来看 后面这是不是有个Title标签 你也没没见过呀 对吧 我告诉你 它指的什么意思呀 它指的是 记住啊 当前 网页的标题 看到了没啊 显示在哪的呀 显示在状态栏上的 显示在哪状态栏啊 浏览器啊 看到了没 显示在浏览器状态栏上的 啊 什么概念呢 你来看啊 现在我把这个 删掉了 说啥子没了呀 我在这写上啊 百度一项 你就知道 见过没 看到了吗 好了 那现在我们右键打开 这个页面 你来看一下啊 我写的注释 它加载吗 我写这些注释 它不加载 听到了没有 我打开啊 你给我找 页面中有吗 在哪呢 看到这了吗 说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吧 当然咱们这是 说模拟的是吧 假的啊 啊 比如说它显示在这个状态栏上的 它指的是当前什么呀 页面上的一个标题 能理解不 当前页面上的一个标题啊 是这样的概念 能明白了没啊 嗯 好了 要求啊 这个结构 这个浪属性你不用管了 它带着就带着 不写它也没事 听到了没啊 不用管它 它指的是语言模式啊 那这个东西 要求 你自己必须都得会写下来 甚至我跟你说哈 给你张纸 给你支笔 你能动手把它写下来 有些人说这不能补权吗 是能补权 但是至于基本的结构 你一定要把它记住 明白了没啊 如果说现在 比如说去面试了 人家没有编辑器 给你擦电脑 它只有 几十本 那几十本怎么去写代码啊 是不是这手销啊 它可没有这些补权工具 对不对啊 所以这些东西啊 最基本的这些东西 其实你后期啊 这个东西 我说我说这个实在话啊 你即使现在不记 你后边 你天天在写 天天在写 你把它记住了就 明白了没啊 只不过就现在 你先把它玩熟了 一步一步的来 那现在你来看一下啊 我告诉你记 怎么记 你不用说每一行 我死记硬背去 不用 你理解着去记 那怎么叫理解着去记呢 你来看啊 比如说我现在抗球加恩 是不是新建一个文件呢 怎么保存 抗球加S 然后呢 我这是不是有DEMO1啊 哎 然后 我这写一个 就DEMO1吧 把它覆盖吧 就因为这里边 是不是啥都没有啊 对吧 DEMO1 保存 覆盖了啊 那现在你是不是 开始写代码了呀 咱们这个编辑器 是不是按探号 它直接就能打印出来呀 对吧 现在我告诉你 你自己怎么记 你记的时候呢 千万别一行一行一行 从上网下去记 不用 我告诉你怎么去做 首先 写上一个 你要知道啊 它加的第一行代码 是不是先声名文档类型啊 你先写上 DockType 看到了没啊 然后空格 我写上一个 ATML 记住啊 这个代码提示 你那也有 但是有的时候不太全 听到了没啊 代码提示 你最好先 别搭理它呢 先自己去敲去 听到了没 然后呢 你看着它敲 听到了没啊 形成一个记住记 你慢慢慢慢熟悉键盘去 然后这是不是就是声名文档类型了呀 然后下面 咱们写的是什么语言呢 是不是HTML语言呢 你这写个HTML 然后这是不是也是HTML吧 对吧 你是不是它有开始有 关闭 结束 是不是啊 在这里面 你想啊 我们得分成几个区域啊 两个 一个是啊 HID 这个标签是不是叫做描述区啊 对不对啊 那再来一个 还有什么区啊 BODY 什么内容区啊 对吧 有这两个区域 这里边我是不是就可以写任何这样的文字了呀 对吧 随便 那现在你在想 还有吗 有 那最基本的情况下 你在这个HID的描述区里面 它是不是有控制这个页面编码格式啊 对吧 那个编码格式怎么做呀 一个是 Mate标签 对不对呀 它里边这个属性啊 叫做XSite 我们用的是UTF-8的国际性编码 是不是啊 那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叫做Title 是不是啊 什么意思呀 它是当前 什么呀 网页的标题 显示在哪呢 它显示在是不是浏览器抓太栏上的呀 对不对啊 这不就是H5的结构吗 明白了没有 一定按照这样的思维去记得 你千万不要说 一行一行代码记得 那那呈现上百行代码 你怎么记呀 对不对啊 哎 一定要理解 刚才我给你说的 怎么去划分呢 能明白了不呀 哎 这是关于我们这个 HTML 它的最基本结构的 一个这样的解释 那刚才我给大家去看了一堆 是不是就是那个 好多是 好多架构 是不是在那个版本升级过程中 它上面不一样啊 对吧 即使上面再不一样 后面这个 我给你做注释的这些东西 它有变化吗 没有变化的 只不过就是第一行代码 就是这儿发生了一点变化了 能理解了没呀 在这里面你看啊 这是人家是不是自动补权的呀 这是我自己写的呀 你看我写的时候特别随意 有些人是怎么随意呀 你看我里边 我这个空格是不是随便去敲 对不对呀 还有里边你看 Dogtype我用的大写还是小写 你看人家是 大写 在H5里面 现在其实对上面这个Dogtype大小写 没有影响了 写什么都行 能理解没呀 但是标签这个东西 我给大家说 必须是什么呀 其实你写大写的 它有吗 也有啊 这个代码是 其实HTML它就是特别特别的随意 但是你最好按照规范去做去 听到了没呀 我跟你说随意到什么程度 我刚才说了 Body里边是不是放内容的呀 你看啊 我现在如果把内容 我就不放在Body里面 我就放在这是长代 外面的文本 文文文文本的是吧 就这样吧 看到了没呀 它是不是在Body外面的呀 你看我现在打开 你觉得它有文字吗 有文字吗 它也有文字的 它也是你存在的 明白了没呀 这个东西其实它很 很那个什么呀 对很灵活 它很灵活 但是你必须按照标准去做解 听到了没呀 一定要记好了 一定要记好了 好了 那这是关于我们每一行代码的 它的一个作用 这个有疑问吗 有疑问吗 一会儿一定要把它挨个的去记住去 听到了没呀 这个东西可没有说让你理解了 我告诉你啊 其实咱们上午用了这么长时间 我给你去一步一步的去解释 其实懂了之后 理解了之后 我告诉你 像这个东西啊 你可以不用让往本子上去整理的 明白了没呀 多敲键盘你 对吧 你多去写 多去写 自然而然的就形成这么样的一个东西了 能理解没呀 但是如果说你实在说 想把它抄一遍也行 有时候我发给你 帮我原码 把它去抄一遍 这就是笔记 听到了没呀 其实我平常和你给你发的那个笔记都差不多的 有的时候我课上呢 去写的这个 有的是更加详细一点 能明白了没呀 是这样的 好了 这就是关于我们这个HTML HTML也说算是一个准备工作吧 算是一个准备工作 这样我还是给你几分钟 干什么 你这样啊 往后面也是添加注释解 你把它每一 就按照我这个去写 能理解什么意思没呀 你要确保每一行代码 你知道它到底是干啥的 行不行快几分钟 你快点把这个活完成了 我后面再讲一个知识点啊